你们要记住 在末法时期 正的东西一定是经得起考验的 百事百灵 所以一定要弘扬佛法 如果你有这个能量接受 就能理解这些佛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没有能量是理解不到的 即使按传给你也没用 师父还说 功力不一样 前世所修也不一样 所以接受的能量也就不一样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次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几天工作不小心 让东西喷进眼睛里 弄了一整个下午都没好 到了晚上去观音堂的时候 因为眼睛很不舒服 开车都有危险 而且眼睛非常的疲劳 一直想睡觉 无法念经 就拿了大杯水 心里求菩萨 让我眼睛能够康复 我想好好念经 就喝下去了 水还没有完全到肚子里 眼睛有脏东西的地方 就一阵微微地发痒 过了数秒钟后 眼睛就完全不痒了 眨眼也感觉没有东西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感恩心灵法门 救了我的孩子 我孩子以前沉迷游戏 忧郁自闭 通过三大法宝的运用 现在好太多了 成绩进步了 玩游戏的时间少了 性格开朗了 感恩啊 如果不学佛 后果不堪设想 感恩啊 感恩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 卢君红台掌 弟子感恩菩萨妈妈的慈悲 昨天 弟子和师兄早上起床后 各自匆匆收拾好去工作 弟子忘记前一天 把房门钥匙 放在自己原来的上衣兜里 还以为是师兄拿走了 没多想就去上班了 跟师兄念好功课 烧完小房子以后 晚上要回到住的地方 才发现钥匙没在师兄手里 这下傻眼了 因为这意味着 有家回不去的尴尬局面 当时已经快半夜十二点了 情急之下 师兄给他的酒店经理 发了微信 问是否留了钥匙在前台 因为我跟师兄一起 住在他工作的地方 老板超级好 一般他的经理 是不会在没通知他 留钥匙的情况下 留钥匙的 因为那把钥匙串很重要 如果经理没留的话 这意味着 我俩无家可归 或者把备用钥匙的柜子撬开 第二天再找人修好 这样第二天酒店就无法正常营业 会给客人带来诸多不便 一把钥匙会导致种种连环的后果 一切不可想象 可是就在师兄打通电话的一刹那 跑过来告诉我 菩萨慈悲 经理给留钥匙了 真的是无比感恩菩萨妈妈 菩萨妈妈早早料到 我这个马马虎虎的孩子 会忘带钥匙 才让经理的意念里 把钥匙留下 真的感恩菩萨妈妈 弟子修得不好 总给菩萨妈妈添麻烦 菩萨妈妈慈悲 帮弟子解决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在我学佛之前 我抱怨我的爱人没有钱 我把所有的错都怪在他身上 久而久之 我打心理疏远他 然后我邪淫 有了婚外情 已经到了离婚的地步 双方家庭都弄得鸡犬不宁 我还自私地认为 我找到了爱情和激情 就在离婚的边缘 我遇到了心灵法门 我好好念经 听卢台长开示 念经没多久 我就跪在佛台前 求官室音菩萨妈妈 加持我不要邪淫 真的没多久 我就不迷恋那个男的了 这种力量真的很大 大的那个人站在我面前 我无动于衷 毫无那种离了他就不能活 离了他就看不到明天的感觉了 我太感谢官室音菩萨妈妈了 感谢师父 感谢我的师兄们 感谢你们 我现在很珍惜我的家庭 我现在知道了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我的爱人 我给他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 他都原谅我了 感谢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队长告诉大家 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刚刚被释放 判了七年 徒刑的青年 因为受骗 起了盗窃之罪 结果被判七年 出狱之后 本想找份工作 重新做人 结果碰到一个烂兄烂弟 说你知道吗 你这次盗窃 是谁揭发了你啊 是某某某啊 你知道吗 他害你坐了七年牢啊 你此仇不报 非君子啊 他被激怒了 他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 半夜跑到这个人的家里 居然拿一个榔头 砸了他的头 结果三天就被破案了 对方变成了植物人 他又被重新关进监牢 判了无期徒刑 悔恨交加 不该教那些烂兄弟的话 不该听他们的 人的命运 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没有人会逼着你去抢 逼着你去恨 逼着你去难过 所以我们要懂得 人的心是最重要的 很多的婚姻破裂 就是听了外面太多人的讲话 一念正 你就行为正 一念邪 你的行为一定就邪 正能量 就是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都看成好的 你的心中 装满的正能量 善能量 如果负能量 就是你把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看成是害你的 欺骗你的 和让你记住你的事情 你会活在一个痛苦的环境当中 现在的人 没有人跟人的信任感 就是因为心中太多的负能量 希望大家把我们的长辈 看成你们的父母亲 把你们这里的青年和小辈 看成你们的孩子 这样心中充满着爱 这样人才会越来越善 越来越慈悲 这就是佛礼和佛情啊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要在末法时期 找到一条最正 最实在 最能够让自己解决问题的道 如果一个人在末法时期 还不让观世音菩萨来保护他 救他 不让自己的命运转好 只能说这个人很可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